这是一支被誉为海空雄鹰的英雄部队 作为守护国家海上门户的海军航空兵 他们又是如何执行任务的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 记者走进了这支神秘的一线作战部队 从那头过来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机库了 刚刚战机起飞之后 我看到最忙碌的就是这一块了 我们看看他们在干嘛 记者到来时正好赶上了一次紧急飞行演练 一大早在前往值班室的路上 一架架战机正在坐着演练前的准备 我这家飞机是昨天刚打完石弹打板训练 今天要给它挂了 昨天消耗掉了 今天要重新挂 对 行那您继续忙吧 谢谢班长 一进机库才感受到这么浓烈的实战氛围 因为他们在挂石弹 而且我看到他们在挂的时候 每枚弹都需要三四个人通力合作 而且挂好之后 他们还需要再三检查才能够确保安全 从这里起飞的歼10和苏30战机 是我国海军航空兵一线作战的尖刀机型 两款战机都具有超音速 全天候 机动性强等特点 然而想要驾驶这些战机在空中置胜 则考验着每一名飞行员的实战水平 在真正的空战中 要想打赢 关键还是要看飞行员 记者来到了值班楼 参加演练的飞行员 就在24小时值班室里 随时准备起飞 您好 您好 请问哪位是飞行员 我是潘亮 您好 潘亮 海军一级飞行员 2019年 潘亮因为起飞次数全旅最多 被单位评为战起之星 紧急飞行演练开始了 飞行员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驾驶战机起飞 我们刚去找飞行员在战备之班室 突然那个绿色的警铃响了 然后我就看到一堆人在跑出来 而现在他们那个战备飞机 应该是有救人员还有飞行员已经过去了 我们赶紧去看看怎么回事 紧急飞行演练 为的是锻炼部队随时能出动执行任务的能力 这支部队担负着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巡逻警戒任务 2013年 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领空安全 维护空中飞行秩序 我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 所划定的区域作为空中预警范围 利于迅速监视和管制 现在飞行员已经上飞机了 所有的人都在紧张的忙碌 他们的速度太快了 从刚才我们在塔台出来 不过短短的几分钟 他们就已经全部就位了 飞行员的快速反应 以及迅速出动升空的画面 让首次探访这里的记者印象深刻 几十年来 这支部队随时应战的状态 始终没有改变